各位網友大家好,我是吳仔 先跟大家更新一些娛樂新聞 今天就不講電視台了 講一下韓國的電視台 光珠,李光珠,退出Running Man 嘩,厲害了,大家看了很多年Running Man 李光珠是台署,搞到現在退出 很多人都很傷心,光珠不做了,又會講講這件事 另外有一宗我都打算是港民,不過就變成娛樂 因為大家都在網上說 這宗是柳爺柳俊剛涉拳打妻子男友人 獲得撤控,但准自簽一千元保守行為一年 就說庭上旨,案發時正辦離婚 這宗也是一宗傷心事,柳爺就離婚 都可以跟程凱翻波小白龍說幾句安慰的話 柳爺聽到也好,普通市民聽到也好 其實這些不要緊,過去就算了 但先講一宗,連王夏衛都支持東方星 他就出了一張圖,又有萬多Like 夏衛BB,吸Like那方面真的非常厲害 就說嚴重譴責,東方星,用了十幾滴沐浴爐 破壞了我們每人有份用七個一毫四的興建的 觀塘音樂噴傳 夏衛BB說 我現在用最凶狠的樣貌和姿態譴責你一百毛 不過,那個臭小子又真的很大隻 還有那條生理泳褲又真的很可愛 那些人不斷讚夏衛BB,抽水抽得厲害 有些又說,其實你們那些曾志偉、黃祖南的創意觀 你真的懂不懂什麼叫Marketing 你看夏衛BB多厲害 他們就很難跟這些網絡紅人比的 始終他們都是電視台老餅 我們夏衛BB簡直是網絡的美少女 個個都讚不絕口 香港人不斷給他16,000個Like 又說正直敢言,又說他沒得頂 還打完科興,現在都很精靈 夏衛BB,吉人自有天相,沒事的 再說一下柳俊剛,好嗎 這件搞到這樣 前電視台記者柳俊剛 涉於去年在觀塘一間餐廳內 襲擊妻子的一名男友人被控以一項 襲擊至造成身體傷害罪 案件是今天 於官堂裁判法院再提堂 控方不再繼續起訴 准意簽保守行為處理案件 柳俊剛在同意案情後獲撤控 也准以一千元簽保守行為一年 期間不可施行暴力行為 多餘說的 就算你不是保釋 也不可施行暴力行為 就是這樣說 如果你這樣再犯可能就會拘捕你 就坐牢了 但其實就算你是一個清白之身 你和別人施行暴力行為 有什麼事都會拘捕你坐牢 這些就叫警告 就說被告柳俊剛 柳爺39歲 帶我一點點 報稱商人 原被控一項襲擊至造成身體傷害罪 控罪只他於2020年9月9日 在官堂一間茶餐廳裡襲擊男子 叫柱孝和 這個名字我都很少聽 姓柱秘的柱 柱孝和 她是25歲的 之前有些人說樣子像慕容 有些人說像我 頂你的肺 對他造成身體傷害罪 報道就指 柳俊剛正和妻子 扮離婚 到餐廳與事主對質 柳俊剛在庭上同意案情 控罪獲切 主任裁判官前禮表示 給他用一千元和手行為一年處理案件 期間他不可以施行暴力行為 特別是對本案的事主儲效和 他領需給多五個水堂費 特別是對事主 你不可以再打他 是不是沒事的 他之後在Facebook也說了沒事的 其實這些都多餘 2020年9月9日 要打他 一早再打他 不用判了才再打 其實打也沒用 說完他 案情指 柳俊剛當時正和妻子扮離婚 當晚約7點 他老婆跟柱夏和在餐廳吃飯 柳俊剛到餐廳對質 拳打柱 也推他幾下 警方到場拘捕了柳爺 他稱是柱夏和先動手 他才打他的頭 柱夏和隨後到醫院求診 他的鼻樑有乳傷 上唇擦傷 左臉和肩膀都有痛楚 我這樣 究竟是不是沒事 這些很難說 這些當事人才知道 不過我這樣說 如果有個女人跟你扮離婚 又有個目標人物 即是叫做情敵 疑似情敵 都不知道是不是 我先當他是 不是那些叫做冤枉打錯人 我當他是 是也不用打 喂 女死女還在 我其實是很明白的 這些就不是像年輕人那些 你搶我的女兒 你知不知道我誰 肯定不是這些 他這些就有感情 始終結婚這麼久 這麼多年 好像說 以前讀書的時候就認識 拍拖 這麼多年始終有個感情在 不捨得當然有 那些男人通常會覺得 你肯定救了我老婆 才搞到我老婆 這些真的一時衝動 可以說是 沒有這樣的人生經驗 我告訴你 那些女人要跟另一個在一起 除了是那個人出現之外 本身你們的感情問題 也是有在 不會無端端喜歡另一個 然後就出場 除非他碰到那個 是碧涵的 但是你說儲巧和的樣子 是像我 說到就說 所以 我又覺得不是說 兒子的問題 你們兩個人 兩夫妻都是有問題的 那你說 假裝你離婚手續 那就算了 真的 不過我明白 說就容易了 只能夠說 其實柳爺的人 太過好人了 就像我們這些 花花公子的壞男孩 我當年分手 就是一些武士來講 就是女兒認識了另一個兒子 我立刻你做初一 我做十五 我一個星期約七個女兒出來吃飯 誰可以我都可以 是啊 什麼用什麼 女死女還在 是不是 人大丈夫何眼無妻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是衝動了 你打了她 自己吃虧 你知道香港的法律 尤其是她是報新聞的 她都明白的 真的 誰動手又誰笨 這件事其實輕判而已 你自簽一千塊 五百塊糖費 都算得什麼錢 那叫做 草草了事 希望她們不要再這樣衝動 有時候 分手的女兒 就潑了出去的水 兜不回 有她 認識一個人 哎 女死女還在 下個更可愛 好了 接著說說李光珠 推出Running Man的大事 事務所說 十一年同金共苦的節目 哎呀 都做了十一年了 就說 今天 RM方面 傳出 35歲元祖成員李光珠宣布 因去年事故受傷 將於5月24日進行最後一集錄影之後 退出Running Man的節目 光珠去年2月曾經發生車禍 導致右腳裸骨折 巨息 他的傷勢至今仍未完全康復 嘩 這麼慘啊 上年2月到現在這麼久 嘩 不是吧 你的醫生不行啊 都成年多了 正常骨折我想三四個月 生得回來了 她們的醫術不行嗎 李光珠所屬的事務所發聲明表示 李光珠去年因事故而受傷 正在進行康復治療 但拍攝時要維持最佳狀態有困難 經過成員、團隊等人長時間的討論 決定重新調整身心 因為在RM Running Man 11年的時間裏屬於同甘共苦的節目 所以決定退出都不容易 但為了以後活動中展現更好的面貌 就需要調整時間 她說 真心感謝一直以來 通過Running Man給予李光珠的關心 和喜愛的Fans 李光珠將以健康明朗的面貌向大家問號 粉絲和網民都感到非常依依不捨難以接受 有指光珠未來將專注在演戲方面 你說這些Running Man節目 你可以看回 我當年和邵波子在中文大學 玩過一個像搶背部那塊布的節目 當年和大學生一起玩 我們就受腰玩這件事 都算是一些Running Man的遊戲 因為那時候Running Man是非常紅的 我們玩過一次之後 我告訴你 拍Running Man這些事情 一定是比你演戲更辛苦 或是比你唱歌跳舞更多 你不真性情、不認真玩 拍出來是不好看的 看到光珠一直以來很拼命 面容扭曲 甚至有些網民說 笑波子和李光珠很相似 那麼 希哥回應 他說不相似 差太遠 他說李光珠很好看 玩得很放的 其實這些都是很大的付出 你說一次半次 如果你說平時是做藝人 偶爾玩一下綜藝節目 沒問題 當然你說 偶爾玩一下就當作放鬆一下 但是當你玩變成你的職業的時候 每次都要一個高的Energy 很大的力量 才可以演出一些奇怪的表情 誇張的情緒 除了給網友看 其實他自己本身的付出力也是很大的 甚至搞到腳都碎了 骨折 還要痛著和大家玩這些遊戲 我想最辛苦是他自己 正所謂做演藝圈 對人歡喜 背人手 我看得出他是一個很敬業樂業的藝人 你說接下來就會拍電影的那些 就是和大家亮相 你說轉型做這些 我不知道他之前有沒有拍過 但我覺得他會是一個很好的喜劇演員 我相信是 而且如果他之前沒有什麼代表作 他已經在Running Man裡有一個人氣 立刻拍電影的那些 我想他一定是賣座的 他這個轉變是好的 天下無不散之言直 感情也是 工作也是 既然 都是要轉 那依依不捨 我也相信他是會有的 但人始終是階段性 你讀書都會依依不捨 但你沒理由乘在一間學校 你沒理由乘在小學 乘在中學 乘在大學 其實他只不過在人生裡 去另一個位置 我覺得光珠應該會有更好的星徒 以他的性格 以他的外形 以及他本身的人氣 絕對是賣錢 搞得行 所以前途一片光明 粉絲應該也不用這麼失望 我覺得接下來這個李光珠 一定會有更多好的作品 給大家欣賞